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西安市航天大道 归于西安南三环外 这天深夜 一辆有些特别的摩托车 沿着航天大道 游动向西快速驶过 坐在后面的一个人 吞了一种烟雾弹 我们感觉了 半夜三更的 吞走烟雾 感觉就很奇怪 路口的监控探头 记录下了这奇怪的一幕 时间是2014年10月7日凌晨 2点51分 大约三个小时前 这辆摩托车还出现在了航天大道附近的神州三路上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摩托车驾驶员在经过路口时犹豫不决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目标 而这些画面之所以在西安市公安局航天分局指挥中心的屏幕上被反复播放 是因为警方推测 他和这一晚发生的一系列刑事案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人请到那个明显那座摩托手 一加油555那座摩托手 应该在这个买法现场出现了 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10月7号的早上 西安市航开路附近的几个小区的军民开始陆续上班 但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停靠在路边的汽车被人砸坏了车窗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经过清点 发现在一夜之间一共有90辆车被人砸坏 部分车内的财务被盗 犯罪嫌人在作案时手持破窗工具 不管是什么车辆都逐一砸开 航开路两侧停放的车辆无一幸免 那么犯罪嫌人如此疯狂作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盗取车内的财务 还是说就是想要破坏汽车 拿走财务只是顺手牵羊而为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古城夜晚 近白辆车惨造黑手 整条街道一片狼藉 从前之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车 机器的打不停 在我们辖职来呢 使不起来 频频响起的汽车警报 深夜穿行的摩托车 不同寻常的噪声 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类似那个 加油的摩托车声比较大 鼓鼠行动 一线正在不出 根据民警当天出警时拍摄的画面 可以看出 停在航开路上的汽车 几乎每辆车都至少有一个车窗被砸 车内被人翻动得十分凌乱 地上还有被整体拆卸下来的车窗玻璃 大部分都车的就是副驾驶的玻璃 但是还有个别的就是车 全部被砸 民警清点统计后发现 航开路上 共有39辆汽车车窗被砸 附近的富丽城小区南门外 还有51辆车车窗被砸 一夜之间 共计90辆汽车车窗被毁 挨得砸 从前之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车 稀稀地砸过去了 从我们分局成立到现在 唯一发生的一期案件 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多车辆的 同一时间被砸这种事情 据警方调查 被砸的90辆汽车 车内的储物箱和后备箱都被人翻动过 然而只有少数汽车车内的财务被盗 你的车内财务有没有损失 有这个记录仪 然后有里头被拉得很乱 里头贵动的东西倒是没有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车内放的财务就不太多了 大部分都是一部分零钱 包括这个烟酒 尽管车内财务损失情况并不严重 但是车窗被砸 还是使众多车主损失不小 同时也给车主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那天特别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咱北京来了一个 就是一家的刚好10月7号 他们本身打算就是国庆街最后一天返北京 结果五个玻璃全部被砸 被砸以后就很麻烦 当天就走不了 杭开路和富丽城南门两个案发现场 相距不到两公里 民警根据犯罪嫌疑人 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 结合案发现场的各种情形 初步判断 这90起杂车案件 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这个工具 只能通过推断 只能是类似一种远距起的 由于案发路段较为偏僻 没有监控摄像头 拍到嫌疑人作案时的画面 只是在附近的几个路口的监控画面里 警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摩托车 那么这辆摩托车 为什么会进入警方的视线呢 据我们中方调查 在楼上有一个缺度反应 它是在凌晨的两点多 它听见车的 有一辆车警报在响 被砸的90辆车中 有很多车都安装了防盗报警器 车窗玻璃被砸 必然会触发报警装置 而在走访中 许多居民向警方反应 他们在当天夜里 零点至两点半 都听到过汽车警报声 除了听到汽车警报声 附近许多居民还听到了另一种比较反常的声音 一个群众就发现大概11年半左右 他听到外面 摩托车 类似那个 驾游的摩托车声比较大 有两个民工 他们上班期间就是有辆摩托车声音很大 大概是凌晨的三点钟左右 深更半夜 街道上驶过一辆摩托车 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从群众反应的情况来看 在航开路和富丽城南门两个案发现场 都出现了一辆摩托车 并且摩托车的声音和汽车警报声音出现的时间高度吻合 这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这辆车在10月6号晚上10点52分驶入航天大道 当时车上有两个人 此处距离案发现场不到一公里 他们行驶的方向就是案发现场方向 当晚11点45分 这辆摩托车又出现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另一段监控录像中 它不是这正常性相似 它是慢慢有像枪又像座 而且在楼级重担 而且还清流了 三五船 清流之后又朝案发现场死去的 由于监控录像比较模糊 无法看清车牌号和两名驾车男子的相貌特征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办案民警不断扩大侦查范围 调取了案发当晚 基安市航天基地所有监控录像 寻找这两名驾车男子的行动轨迹 其中一段监控录像让民警们眼前一亮 行事的过程中 后头做这个人放了一个一种延误一样的东西 转角度反省应该是 这个人好像是所谓的杀死成功的 人比较得意 比较高兴 所以才有这个剧动 这转监控录像的时间是10月7日凌晨2点51分 这辆摩托车由东向西快速驶离案发现场 从6号晚上10点52分进入航天大道 到7号凌晨2点51分离开 这辆摩托车在案发现场的区域停留了4个小时 并且停留的时间段与警方之前推测的案发时间十分接近 但是仅凭这些线索并不能完全确定 这两人的作案嫌疑 警方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在梳理90辆车被损坏的情况和车内被盗财务时 办案民警从这些整理好的表格中 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物品 发现了就一个车柱 把一个灭火器丢了 当时大家都感觉很纳闷 一般人这个小偷不可能偷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丢失的灭火器 一下子让办案民警联想到了监控录像中 那辆摩托车上喷射出的不明烟雾 当时我们就分析是不是他们骑着摩托车 在走的时候是不是喷着这个手持这个灭火器 警方立即前往监控录像中的地点附近进行搜寻 在路口望西大约50米的绿滑带里 警方找到了一瓶被丢弃的手持灭火器 经过车主辨认 这瓶灭火器正是他的汽车中丢失的 这两名在深夜驾驶摩托车的男子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警方随即沿着摩托车行驶的方向 沿途调取监控录像 试图追踪到嫌疑人的落脚点 从新市鬼路中 我们在街中到花美十字望北 三阳村那个路口 从监控里面就消失了 警方怀疑犯罪嫌疑人有可能 选择一些偏僻的小路逃离了案发现场 茫茫人海之中 仅凭几段模糊的监控视频 要想找到犯罪嫌疑人十分不易 就在专案组寻找新的线索时 2014年10月中旬 在西安市雁塔区永松路和高新区重业路上 有接连发生了34辆汽车窗被砸 车内财务被盗的案件 结果看到现场之后 发现是作案受罚 气货结尖 转钢子搭弹 冰钢次第 在短短的时间时间里 就有120多辆汽车车窗被毁 部分车辆财务被盗 短时间内 集中爆发的杂车倒物案件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西安市公安局决定 由刑侦局牵头 组织治安局 交警支队 特警支队 和各分线局的千余名民警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一场 专门针对此类街头犯罪的专项行动 代号 捕属行动 专案组详细梳理了 发生在全市各个县区的同类案件 雕取了几段 有重要线索的监控录像 在案发现场 有一个监控录像 就是刚好能够很 比较清楚地 找到了嫌疑人的 这个车和提报特质 在这些监控录像中 警方发现 两名男性嫌疑人 年龄大约25岁 作案时通常戴着帽子 或者一个白色的面具 伪装自己 其中一人经常穿一条迷彩裤 而他们驾驶的黑色摩托车前部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有一个斜杠 你车早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在西安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 全市各辖区都加强了夜间的巡逻力度 重点寻找驾驶摩托车的可疑男子 另一方面 专案组针对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驾驶的摩托车进行走访调查 我们就到摩托车专卖店去走访调查 根据这个照片情况上 就出厂的时候 摩托车前面没有这个夜光铁 这个夜光铁应该是后面加上去的 专案组民警走访了多家销售摩托车的门店 让销售人员辨认监控录像中的男子 但是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警方再次梳理了 发生在西安各辖区的类似案件 发现了一条规律 犯罪嫌疑人10月7号 在航天基地作案之后 他是向西逃跑 10月中旬在燕塔区作案之后 他向南逃跑 最后在高新区作案之后 他是向东南方向逃跑 不难看出 犯罪嫌疑人三次作案之后 逃跑的方向都指向了一个区域 就是这里 西安南郊的电子城地区 这一发现 会给警方下一步的侦破工作 带来哪些帮助 加油站监控录像 经见嫌疑人踪迹 一名员工的上衣 竟和嫌疑人一模一样 到底是不是巧合 警方将如何决断 捕捕行动 一线正在不出 西安电子城一带 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 虽然户居人口只有15万 但是这里却有十多个城中村 城中村里租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 有的村子人口多达10万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大范围的摸牌走访 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但是结合嫌疑人作案时 所使用的摩托车 警方制定了一个新的调查方案 能断定这个使命像是 气游几车 当时在 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就在西安电子城一带 那么他们经常加油的地方 应该也不会太远 警方决定将加油站 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因为咱们西安三环以内是禁谋 禁谋也不给摩托车加油 只有三环以外的 各个加油站给摩托车加油 专案组在西安市南三环外 划定了14个加油站 民警将这些加油站 近期夜间的监控录像 全部进行复制 而且咱给各个加油站 咱都做了足以不控 在不共的过程中 咱们的共同站还起想 是碰到类似的车辆 是尖尿子 给咱共感警官汇报 2014年10月26日这天晚上 警方接到一个加油站员工 打来了电话 声称 刚刚有一名男子 骑着摩托车来加油 摩托车前部 就有一个反光贴 十分可疑 警方立即赶往这家 位于西安市南郊子武大道上的加油站 7点之后是郊区这个 监控录像 加在那边监控录像 而且这个郊区之后 明显就是能看到这个车 很肯定就是要寻找一些车辆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辆摩托车全部的细节特征 与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摩托车 十分相似 不仅如此 当时给这辆车加油的工作人员 还向警方反映了另外一个重要线索 加油的工作人员讲 他的摩托车加油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摩托车上面这个座要打开 他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骷髅头面具 还有一个这个黑色手套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摩托车座位下的储物箱内 有一个白色物体露出了边缘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 这就是那个面具 而在十天之前发生了燕塔区的案件中 其中一名嫌疑人驾车时 恰好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 所以通过这个信息 两件一重合 认为这个嫌疑车量都增加 这个一件都增加了 专案组民警立即对这个加油站近期 所有的监控视频进行仔细查看 发现这辆摩托车经常来这里加油 刀擦楼上了 结果发现 内给三辆抢 就是汪哈牌 二十六号 二十四号 二十二号 二十号左右 捡给中间这一把 一到两千 这个车辆 就会在这夹自由 是不是有不同进来 这个加油 在这人这应该是一个 散人上去团货的 不能举相于某一个人 或者某两个人 很显然 这个加油站很可能会成为 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专案组派出几个民警 分别化妆成加油站工作人员和附近的保洁员秘密蹲守 等待嫌疑人再一次来这里加油 然而第二天下午 在加油站秘密布空的民警 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我们通过监控录像的发现 嫌疑人穿着一个上衣 这个上衣刚好在 他在我们在加油站在布空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也穿着这么一件外套 警方所说的这段监控录像 是2014年10月12号晚上10点半 嫌疑人来加油时的情景 当时驾车的男子身穿迷彩裤 与发生在高新区的案件相吻合 而另外一名体型教授的男子上身穿一件夹克 夹克的上半部分是橘红色非常显眼 然而此时在加油站遁守的民警却发现 加油站一名刚刚下班的工作人员 换成了便装 与监控视频上嫌疑人所传的夹克款式极为相似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徒步警察认为义务可能之格 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 正身为嫌疑人 由于此人嫌疑重大 民警当机立断将他进行了控制 民警对这名加油站员工进行了初步询问 并通过时间比对排查 发现他没有做完嫌疑 但是在详细的询问中 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员工说我这个衣服在杜城村 也在杜城村买到 杜城村距离这个加油站大约有1.5公里 这名加油站员工就租住在杜城村 村里衣食住等配套商业设施一应俱全 那么视频中的这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 会不会也是在杜城村购买的 警方立即带着加油站的这名员工赶到杜城村 找到了他购买衣服的服装店 一进到店里 办案民警一眼就看到了嫌疑人所穿的那件夹克 这个衣服啥时间见见 这来进了一段时间 大概能见多少 店老板告诉民警 这款夹克是他上个月在西安市长乐新路上的 一家服装批发市场进的货 一共进了三件 已经卖出去了两件 一件卖给这名加油站的员工 另一件卖给了一个外地来的年轻男子 我这有个招票 麻烦你看是不是这个人卖 你见过这个小朋友吗 好像就是这个 那你大概当时请扣银啥的人 反正是外地的 也听不来扣银 不是在这的 不是在这 那是我舍一普通话 服装店老板说的话 让专案组的民警感到振奋 民警可以确定 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过杜城村的这家服装店 而据这家服装店的店老板反映 来这家店里买衣服的人大部分都是租住在杜城村的 警方结合杜城村与加油站之间的距离 又结合了几次案件之后 嫌疑人逃离的方向 认为 嫌疑人很可能就落脚在杜城村 专案组连夜开会 布置了三道防线来抓捕嫌疑人 第一道则是在加油站 安排侦察员化妆侦察 等待嫌疑人再次去加油 第二道防线就是在加油站到杜城村的这条慈五大道上 安排车辆巡逻 那么第三道防线就是在杜城村 而这道防线也是警方布控嫌疑人的重中之重 警方千里吹击 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击 改进管理方式 路边停车获得安全保障 武蜀行动 一线正在不出 杜城村位于西安市燕塔区 长安区和高新区的交界地带 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城中村 流动人口在五万人以上 专案组安排的多路民警 重点部署在六个进出村子的路口 两天之后 也就是十月二十九日晚上 情况终于出现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从村南边行驶过了一辆猫子车 这辆猫子车的声音比较大 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这辆猫子车 当这个猫子车行驶到这个四个路口的时候 我借助于这个超市的灯光 我突然发现了前面特有的反光铁 在确定了这辆猫头车的特征后 守候的民警立即对该车进行拦截 但是驾车的男子却并没有束手就擒 载机证察员把这个拦截过程中 这丝毫子没有轻车机可能性 所以证察员就是自己 硬把这个车辆 驾车员扑到底 在扑的过程中 这个车还继续向下行驶 我猛的一加油 一下把我拖出去十几米 然后我们两个重重的一下摔了地上去了 在抓捕过程中 民警颜文明的胳膊和手指三处骨折 但是他仍然死死地将犯罪嫌疑人抓住不放 直到增援而来的同事 将犯罪嫌疑人彻底控制 并立即押回西安市公安局航天分局 这名犯罪嫌疑人叫刘冬冬 河北唐山人 在审讯时他向警方交代 自己伙同他人多次破坏汽车车窗 盗窃车内财物 而损毁的汽车车窗究竟有多少 连他自己都难以计数 你杂车的时候是选择性 里边有贵中铁的砸呢 还是挨个砸呢 没有选择性 就是挨着砸 看看里边他没有钱 就换下一辆 抄下一辆没有 再换下一辆 你和谁 和我那个同伙 叫他名男人 河北定州 高阳阳 据刘冬冬辨认 他的同伙高某 就是那个在加油站的监控视频中 体型教授的男子 此人已经在三天前离开西安 返回河北定州的老家 第二天一早 专案组民警便乘坐火车 先往河北定州 抓捕高某 2014年10月30日下午 西安警方赶到了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 赵孙派出所 当地民警了解情况后 立即找来了一名对高某所在村庄比较熟悉的人 民警经过商量 决定由当地派出所民警 以办理身份证为由 进入犯罪嫌疑人高某家查看情况 西安警方负责现场抓捕 当地民警顺利进入犯罪嫌疑人高某家后 发现他并不在家 民警们决定立即撤住高家 在路口张网守候 不料就在民警刚刚就位时 犯罪嫌疑人高某突然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在巷口 在被民警抓获后 高某可能已经意识到 这次被警方带走 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故土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高某 立即押回当地派出所 审讯中高某交代了 他们这个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 高某说 一年前他从老家来到西安打工 在一家工厂里 他认识了河北老乡刘东东等人 在刘东东的提议下 他们走上了杂车盗窃的犯罪道路 那你们这么多次都偷了啥东西了 目前他给的我只有这点 只有这点 那其他东西都能哪放上来 其他东西可能在西安场子里吧 就给我们清楚 那个 其实做这事我挺忽悔的 所以非常痛苦的代价 随后民警带着高某又回到他的家中进行搜查 在高某的家里 民警现场搜出了部分从西安倒下来的脏物 据高某交代 他们的另一个同伙田家福 也在几天前带着部分脏物回到了唐山 躲在他姐姐家里 于是警方连夜出发赶往唐山 第二天上午 专案组来到唐山市公安局 了解到田家福的老家在唐山市下下的尊华市 而他姐姐家就在唐山市区 警方兵分两路 分别在田家福有可能出现的唐山和尊华两地展开抓捕 就在行动开始不久 尊华警方突然传来消息 晚上七点 民警们赶到尊华市公安局地北投派出所 见到了刚刚被捉拿归案的犯罪嫌疑人田家福 据田家福交代 他从2014年年初开始 跟着犯罪嫌疑人刘东东在西安作案 在每次作案时 他只负责开车和网风 两天后 犯罪嫌疑人高卯和田家福 被专案组民警从河北押借回西安 与此同时 根据犯罪嫌疑人刘东东的指认 作案组对另外两名西安籍的犯罪嫌疑人 朱奎和任创伟展开抓捕 至此西安1007系列杂车盗窃案的五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从2013年至2014年 他们先后在河北定州市和陕西西安市 累计作案五百余旗 在五名犯罪嫌疑人的住处 民警搜出了大量倒下来的烟酒 手机 手提包等赃物 杂车盗窃犯罪团伙的组织者刘东东 原本在西安打工 从事电焊工作 每月有着三千多元的收入 但是内心的贪婪让他走上了歧途 刘东东第一次作案是在2014年初的一个夜晚 他砸破了路边的一辆汽车车窗 盗窃了几十元现金 虽然这次盗窃的成果近似于无 但是出此作案成功后的感觉让他越险越深 刚开始那件就是挺刺激的感觉 所以越来越上瘾了 然后就是想收的时候是被抓了 然后就进来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反映 感觉金格知道金格错了 案件破获后 数百名受害车主虽然感到有所安慰 但是对以后的车辆停房安全问题仍然忧心忡忡 这个地方经常反而出事情 我这个车在这停着 那个钢圈叫人家卸了两个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西安市的许多小区里都有地面或地下的停车场 但是仍然有很多业主把车停在小区外的道路两旁 原因是有的小区车位紧张 驳车困难 还有的就是部分车主处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不愿意把车停在收费停车场 车位紧张 因为来的时候当时就没有在 没申请里面的车位 里边的话一个是车位紧张 另外就是相对收费还是高一点 记者在案发的西安市航开路上发现 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 道路两旁就几乎被停房的车辆占满了 到了晚上 这些无人看管的车辆安全问题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而这种现象在西安市区极为普遍 今年一月份 针对这种无需停车的状态 西安市公安局航天分局进行了专题研究 我们为了是广大车主的车辆的安全 得到一个长效机制的保护 所以我们在辖区设立了一种形式 叫安前岛这么一种形式 对车主的车辆晚上停放进行有效的保护 它是一种什么形式 就是由我们公安分局协调交警城管规划等部门 对我们辖区的一些还没有投入使用的路段 或者一些场平进行一个半封闭状态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把它四周用一些警示的警示带 或者警示的栏杆把它围起来 既可以停放车辆又不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通行 这种安全岛的模式 很快就在西安航天大道上的毛小区进行了试点运行 在这条东西500米长的非机动车道上 两头都设置有值班港亭并有警灯闪烁 监控设备也已安装到位 这些硬件设施都是由公安机关出资建设 设立起来以后 它的运行是由广大小区的车主们自行来进行管理的 雇用一些的咱们的专门人员进行晚上的进行看护 陈师傅就是这里的一名管理员 此前他的一家物业公司从事停车场的管理工作 后来因为年龄偏大他被公司辞退 如今这个安全岛的设立让陈师傅有了发挥娱乐的平台 安全岛设立后 这里停房的每辆车每月收费120元 小区的业主自发成立了一个车辆安全委员会 负责管理资金和安全岛的运行 我们就所有车主当时开了四次会 然后就自发的联合起来推选了六个人 六个人的话里头就基于个人时间 来就给大家就是义务的来管理这个事情 安全岛运行四个多月以来 没有发生过一起车内财务被盗的案件 不仅如此 整个小区的治安环境也因为安全岛的设立 有了很大的改善 以前这个地方都发现有小偷在那边偷东西 跑到楼里头来 至于自从搞了这以后 连这一块的安全都带动起来了 不光是车和周边这一条 这边的环境这一块的安全都得到了保障 所以是非常好 安全岛这个概念最初 是指行人在过马路时在路中央设置的一个行人安全等待的区域 而现在他被西安警方复制到了路边停车的管理方式上来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因为安全岛 它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非机动车辆的通行 但是就目前来看 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适合当地现状的治安管理方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 请您在微博或微信上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